各位同学,来,我们看下一道题目 在一条长45米的公路的两边,我们要来指数 哦,各位同学,在一条长45米的公路两边指数 两端都种,一共种了20棵树 那么算一算,咱是每隔几米种一棵树呢 好,首先,这道题是什么类型 相信应该也就难不倒我们的各位同学了吧 来,请你告诉我,这应该是在一个 不封闭的路线,然后呢 两端都种 题目说的很清楚吧,对不对 但另外一个,唯一需要同学注意的小点 这个其实在前面的题目当中也提到了 那就人家也说的很清楚是 两边都种树 所以我一共种了20棵树 那就意味着一边应该只种了 10棵树 好了,那么我们又能够知道 这条公路长45米 然后在一条边上两端都种 是不是种了10棵树 那么根据我们所掌握的相关类型判别 那么对于这种两端都种树的不封闭路线 那么最后的间隔树和棵树应该是要怎么样的呢 是要差1的,那也就是棵树要比间隔树多1 现在我们知道一边种了10棵树 那么这一边应该有几个间隔呢 9个 9个间隔 而这9个间隔加在一起 是不是恰好长45米 自然一个间隔是多少米 是不是也就算出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解题过程 是不是变得很一嘴了呀 OK,一边种树10棵 所以间隔就应该是5米了 好了,这条小题同样 稍微注意一下两边这个要求就OK了 好,各位同学 来,我们看下一道题目 从小熊家到小猪家 有一条小路 每隔45米种一棵树 加上两端一共要种53棵 现在呢,改成每隔60米种一棵树 然后两端仍然都是要种树的 那么请问这个时候能够余下多少棵树呢 那么原来呢 是告诉我们每隔45米 现在是每隔60米 也就是间隔距离 是不是就变大了 但是同学们要想想啊 从小熊家到小猪家 这条公路的长度 会不会跟着也变大了呢 怎么可能 这个肯定是不可能 对吧 那这公路似乎住太吓人了 对不对 好,那也就意味着 在总长没有变的情况下 把间隔距离拉大 所以间隔数就会怎么样啊 变少 OK,非常好 间隔数是不是就会变少了 那自然是不是会影响到棵树 也跟着就变少了 所以原来你可能得用53棵 那现在可能用不了那么多 那么你去个差值 是不是就指的是你所余下的数吧 好了,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题目的叙述 那相信同学们都能够很轻易地判断出来 这是一个什么类型下的指数问题呢 公路嘛 很明显又是一个不封闭路线 然后 两端都中 说得很清楚对吧 两端都中 那么两端都中的话 那就意味着科数应该等于间隔数加1 现在一共有53棵树 所以就意味着间隔数应该是多少呢 52个 很好,那就是53-1 52 那么又知道 这53棵树是按照每隔45米的距离种下来的 所以用间隔数乘以间隔距离 那么我们得到的 是不是应该就是这条小路的长度吧 也就是总长 好,现在呢 还是这么长的路 但是我要改成每隔60米来种树 那自然要种多少棵树 我是不是又可以能够算得出来了吧 用总长除以间隔之后 那除以60之后要怎么样呢 想想得到的是不是应该就是间隔数 那这是不是就是我要种的科数了呢 肯定不是的 那这应该还要再加1 是不是才是我要种的科数 好了,那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知道了 每隔60米能种多少棵树吧 也就劣势 是不是用这个除以60再加1 然后这个比53多的 比53少的 那是不是就是我最后所余下的数吧 好了,那这条小题同样又很容易可以解决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继续的解析过程 那首先呢 我们要先算出两个家之间这条小路的距离 应该是2340米 然后间隔距离变化之后呢 种树应该是40棵 所以跟之前比应该差了13棵树 所以就意味着最后可以留下13棵树了 好,那这条小路的距离变化